我們給孩子做了這樣子的小小卡 給孩子這個就是好像臉部表情的卡 那這個是要讓孩子帶到生活當中 跟媽媽一起在生活當中說 媽媽我今天生氣 那讓媽媽可以幫助他 媽媽我今天哭哭 我今天很開心 那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用了一堂課開始來告訴孩子說 欸這個是什麼呢 孩子就很開心說這個是大 這個是開心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生氣 這個是傷心 大笑 然後哭哭了 那沒有感覺 那有這麼多你最喜歡哪一個呢 那我們用了一個聚會來講這個 然後把這個小小卡帶回家 然後讓孩子知道說 這個就是感覺 那痛是不是感覺 舉起你的手 咬一下看看 是不是很痛呢 如果你打別人 是不是別人也會很痛 所以你有的感覺別人也會有 當然我們 當我們有情緒的時候 我們不舒服 難過 然後痛痛了 那很多種你要很清楚 然後你可以找誰幫忙呢 找媽媽或爸爸 那媽媽爸爸呢 你還可以跟主耶穌說 那媽媽爸爸會帶你到主耶穌面前祷告 好 所以在下一堂課呢 我們就做了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臉譜給孩子 那 可是在這之前我們先進入故事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一些繪本故事都連結於情緒 最後用恩慈主耶穌的話來做結束 那幾個例子就是說 比方講大猩猩小猩猩 我快速的講過 這個就是關於情緒的教材 有一隻大猩猩他會打手勢 那我們就先前面就說 如果你不會講話會不會很痛苦 那我講話就是一種表達有傳遞 可是如果表達不好 你就會變成 用一種身體肢體 用摔東西 這樣子就會沒有朋友 那他很棒他會 他會表達一個 這個是金星很特別 他會比手語 所以 他跟管理員要東西 他沒有要不到的東西 那有一天他不快樂 不快樂是一種什麼 小猩猩就會說感覺 好幾位 好幾位